大家好 我是Ima 不知道有沒有很多小店主 不知道大家會否有同一個問題 就是覺得包裝是困難的 所謂困難真的要遲 有很多包裝 例如買一些盒子 或者買一些膠袋等等 去包裝你的貨品的時候 成本其實不小 也有一些店主 其實我以前也經歷過 不知道包裝是簡單得來 又漂亮 又不需要那麼大的成本 接下來我就會想拍一系列 其實說什麼系列 只是幾集 接下來我就會想做幾集 關於包裝 有什麼方法可以低成本 還有包裝得更漂亮 雖然漂亮是健不健自 但我是有真實的客戶 告訴我 我的包裝真的挺漂亮的 尤其是我們做手作 其實我覺得買家 我常說買買這兩個字 買家 即是我們的客人 去收到我們的貨品的時候 如果我們包得精緻 我覺得對我們手作生意 誠意度比較高 我覺得客人會覺得 手作真的有不同 不會說很單一 或者不會是很規律的包裝 而且由於我也是要做低成本 我會盡量做那個感覺 是我們叫做 想不到一個字 簡約不得來 簡約不得來 又很精緻的包裝 希望我的小小的分享 可以幫到大家 好了 不說那麼多廢話 我們就來我第一集包裝的影片 我們就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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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